《失蹤網紅》 今天要跟大家推薦的是這一部《失蹤網紅》 其實當看片名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 應該就是兩個女生在鬥心機吧 那你就大錯特錯囉 因為當這次看完出來之後 還是一陣覺得 真是太精彩的劇情了 因為是完全讓你想不到 跟你想像中是絕對不一樣的喔 真的是出乎意料的好看 而且它有好多好多的情節 都是意想不到的 然後是一個接一個 跟我想像中的很不一樣 我真的覺得大家一定要來看 就知道我為什麼會這麼驚奇 就是環環上扣的 然後讓你覺得很緊張 但緊張中呢 又帶點有趣的趣味在裡面 所以就是當你在緊張的時候 它又會舒緩一下你的情緒 那我覺得它的劇情就是很意外 是讓人家完全猜不透的 劇情超乎你預料的發展 超級好看 非常的適合帶姐妹一起看 因為 我們是姐妹 我們現在還是姐妹吧 我真的不確定大家看完之後 還是不是姐妹啦 所以要進來驗證一下 之前看 就是Akina Kendrick 或是看Blake Lively 就是演那種比較可親的角色 或是非常甜美可愛 就沒有這部片裡面 他們兩個大賣心機 我真的有嚇到 我覺得很適合找好朋友 我們一起來看 我要知道你的秘密 告訴我 可以支持她們 可以支持她們 感谢观看